当前香港的疫情已经进入高位平台期 快速上升的势头得到控制 并呈震荡下降的趋势 近日阳性的感染者仍在每日2到3万的高位水平 形势依然是严峻 压力依然很大 中央政府也高度重视并全力支持香港的疫情防控工作 也派出了多批专家和工作力量 支持特区政府落实防控的主体责任 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把减少重症 减少死亡 减少感染作为阶段性的工作目标 努力的做好重点人群 重点机构和重点区域的防控工作 并且把老年人作为优先照护的群体 我们也将继续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 和香港特区政府的要求 持续支持和协助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各界民众 尽快管控疫情